好,我們現在要解說的是56頁的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基本上也是第一腳法 只是這裡是畫上式圖、左側式圖、前式圖 有關第一腳法的理論請你參考55頁的第一題 老師這邊就不再講解 前式圖在這個方向一定要注意 兩考一定會規範前式圖方向 好,這一題記住很多線重疊在一起 所以老師先讓同學看一下 如果稍微把它錯開 有沒有,它的式圖是長成這樣子 這有凸出來,這後面有一塊 這樣子同學會比較容易理解 好,來,所以一樣前式圖在這邊 前式圖先畫出來 前式圖一定在中間,我們先畫出來 好,剛才我說這邊有凸一塊出來 好,這邊後面是連一個L 好,這一個是凸出來的這一塊 好,這邊 好,這邊 格子老師都數過三格,有沒有 好,所以它長的樣子是像這樣子 檢查一下,看有沒有要虛線 好,再來 好,來 左側試圖來 記住,左側試圖 好,這邊看過去 好,左側試圖 左側試圖要擺在右邊 好,這邊 有沒有虛線 特別注意 這裡有虛線 這邊的虛線 這邊的虛線 好,再來 上试图记住,你人是在这边,不要再犯那种错误 有的人上一题,老师就是画成这一个方向,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你人在这边 就是像这样子 这里有一条虚线 这一题三试图基本上不是很难 一样,我们来画完成线 完成线记住,老师都是用方言指画法 方言指画法,请你去参考四十七页的第一题 这里是正试图,不是上试图 正试图 一样老师 依照我的简图去画答案 同学,千万记住,不要一边画 一边看着题目,一边画完成线 这样子其实速度 会很慢 解题就专心的解题 所以老师画图的步骤一定会画简图 所以简图是帮助你速度加快的 一个很好用的方式 一边看 我就不用一边看 一边看,看题目 又一边要画完成线 所以老师画垂直线的方向是错误的 依照以前如果有画整笔的话 这应该是由左至右画 这样子,你看老师画过去 再抹过去很容易就 把那个 笔字擦起来 这样子很不好 好,这就是答案了 好,这就是答案了